我们总是羡慕别人,你羡慕我的自由,我羡慕你的约束,你羡慕我的车,我羡慕你的房,你羡慕我的工作,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,或许,我们都是人誓言,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,或许,我们都是近誓言,往往忽略了身边的幸福。 大多数时候,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,而是工作中遇到的人,干活本身是不累的,平衡情绪最累,而不闻人之非,目不是人之短,口不言人之过,你做得再好,也还是有人支支点点,你即便一塌糊涂,也还是有人唱赞歌,所以不必掉进他人的眼神,你需要逃好的,是你自己,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挖了沟坑, 然后一无法顾的跳进去,坑是自己挖的,跳也是自己跳的,最后爬不出来的也是自己,想得太多会毁了你,若无其事,才是最好的报复,越长大越觉得,比起诉说,自己的委屈与不甘,沉默最好。 反正,你走你的,我活我的,我不后悔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,包括蒙上双眼相信一个人,潘日,若被万箭穿心,我认,但你要记得,伤害过后,再无原谅,再喜欢你的人那里,去认爱生活,再不喜欢你的人那里,去看清世界,生活本来很不易, 不必适适可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,静静的过自己的生活,心若不动,风又奈何。 你若不伤,岁月无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